你記得你去過幾個國家嗎? 那你知道你的基因來自幾個國家嗎? 又或是我們怎麼從這裡到這裡 大家好,我今天在台北的小菲律賓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就是我最近買了一個DNA檢測的Kit 這個Kit可以幫你檢測你的基因是從哪幾個國家來的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林瑪莉教授呢? 其實有個研究就是說台灣人其實85%都有平普及的協同 我們先不討論這個研究的爭議 如果以台灣2359萬的人口來算 85%大概就是2005萬 2005萬的人口 這些基因到底去了哪? 也讓我思考我到底是那85%還是那15% 聽說去查日本時代的戶籍藤本 可以知道自己家族的血統來源 可是 如果你漢化的時間更早呢? 出於好奇 也出於好玩 我上MyHeritage的網站 訂了一個DNA的Kit 那為什麼要買這個牌子呢? 其實是外國朋友介紹的 其實是外國朋友介紹的 我在網路上有看過蠻多不同的牌子 都有在做這樣子的事情 只是我覺得美國的也許比較準一點吧 但這個重古被稱為伏伏魔殺的島嶼 經歷了西班牙、荷蘭、中國、日本的統治 用握著我的鞋筒 有不一樣的故事 打開檢測的盒子 裡面有說明書、袋子、信封、裝棉棒的罐子 當然最重要的 還有兩支棉棒 所以先把它打開 裡面有液體再打開梳 小心一點 把棉棒放進去 然後把這個鎖進去 它那個棉棒的質地其實蠻特別的 就是你在刮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有點 吸住你的嘴巴的感覺 好 那就來做另外一邊 好 這邊也一分鐘了 然後一樣放進去 鎖緊 把這兩個 放到這個袋子裡面 然後呢 再把這個放到 它給你的這個信封裡面 這樣子就完成了 裡面是什麼東西 是 呃 有點難解釋 我實在不知道怎麼說 裡面是我的上皮細胞 寫一下內裝物 這邊寫內裝物 裡面是什麼 然後價值大概多少 下面切一個 oranges 來1 17号 起到3號 外排 價值 600 可以隨便寫嗎 可以嗎 寄出之後 我幾乎是每兩天 就檢查一次 郵寄的進度 一直到某一天 我终于收到了 他们寄来的email 根据MyHeritage的测试 我的血统 有四个不同地区来源的基因 好吧这个不意外 毕竟我们的国民还有个China 好吧这个也不是太意外 毕竟日本统治台湾这么多年 有日本协同的人 或是根本就是日本人的人 比你我想的更多 芬兰我不懂 这个结果就让我有点感兴趣 因为只要上网查南岛语系呢 就会发现 南岛语系民族 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民族 另外台湾很有可能 就是南岛语系的发源地 但也有可能是这个 其实说了这么多 台湾呢 是一个拥有多种文化 以及不同系统的国家 但只要我们都住在这片土地上 我们都是台湾人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 如果喜欢的话 拜托订阅 拜拜 我刚刚想说看到一个杂货店 然后有卖印尼炒面 想说买个三包好了 结果 因为在通话夜市 大概一包十块 或八块 结果我刚刚一问 一包二十 嗯 也是蛮傻眼的啦 台湾人在台湾 然后被骗钱 后来在隔壁的超市看到 一包七块 一包七块 不兴随眼的人 好 有游戏 按照 来 你想 disasters 我们就会 唱 收